你忙活半天你是自己给自己刨坑吗 狗仔带带挖洞 你要不要挖呀贝贝 你学小多怎么挖你就怎么挖呀 你看他挖一下他还要鼻子塞进去闻一下 挖挖挖 不要扯那个走过去 你的头发长了 要让你爸带你去剪头发 哈喽大家好 我带你去啊 你跟我爸说 你剪个头发你不敢跟你爸说 我爸说怕我剪个感冒 哦好 哈喽大家好 我是小北 我对面那个朋友罗琳 他扯了他们家的窝笋 因为我特别喜欢吃窝笋炒腊肉嘛 腊肉我们家有 窝笋倒是没有 我阿姨种的全部都是油卖菜 他说他扯了几兜 让我过去拿一下 这大过年的我也不能空手去啊 对不对 去拿一下握干 给罗琳拿过去 让他们吃 你去吗 去 好那你大力士抱着啊 他每天都说他现在是男子汉 他要保护我 他说姑姑我现在是男子汉了 我要保护你 走我们去拿握室 你别丢堂里去了啊 把我的握干 走贝贝 我不要寂寞 你不要寂寞啊 那你给我给姑姑 姑姑帮你拿着 好不然回来你又要要走 脸上红丢丢的现在 朋友们你们看贝贝是不是胖了 我过个年回来 我感觉我婶婶跟勇哥把他们喂的胖了 你放我后面口袋就好了 好 来 帮你屁股这里啊 嗯 好走 我一个过年回来 突然感觉贝贝长大了好多 之前都不怎么说话的 这一次回来我发现他好连我 就是不管我去哪里他都要跟着 而且话很多 之前他手里拿着吃的 我要我死活都不给 现在他会主动拿下来说 姑姑鸡给你吃 真的感觉他们都长大了 也好 再长大一点点 勇哥压力就没那么大了 就懂事了 不然现在我看到他 早上起来要给贝贝洗澡 然后完了还要给他们两个洗衣服 而且勇哥这个人还比较讲究 他说小孩子的衣服不能用洗鸡洗 要手洗 说鸡洗的话 因为我们大人的也是鸡洗嘛 混在一起 小孩子皮肤不好 太嫩了 就不太好 感觉他也挺忙的 有的时候 我阿姨干农活 屋上做饭 他还要做饭 晚上还要给他们两个洗澡 还要混贝贝睡觉 下午的时候还要帮我剪视频 感觉他的一天很充实 当你叫咕咕鸡 我不回答的时候 你就停下来 不要叫了好不好 好不好 他就一直咕咕鸡 咕咕鸡 感觉像母鸡下蛋一样 咕咕鸡 别哭咕鸡 你觉得你走对了没有 贝贝 是不是从这里走 是啊 从这里走 从这里走 这里不要受伤了 这里不要受伤了 这里走就不受伤 什么东西 哇 哇 你好暖男 朋友们我不瞅我们家 罗伊萱以后找不到女朋友了 现在这么小就知道给女孩子送花了 带一个包子 罗伊萱 看罗伊萱 有没有谢谢哥哥呀 小心手啊 走了走了 好嘞 哎他抱着一个泡沫箱抱不动了 一路我抱过来的 哎 对是从这里过去 没错 走 哎 累死我了 哎呀 他们俩兄妹还是挺好的关系 我牵着你 别害怕 别害怕 我牵着你 嗯 他不牵着我 我 哈哈 我压力好大 你让哥哥牵着 不怕不怕 你让哥哥牵着 不怕 我没水 对又没水 没事 你让哥哥牵着 没事 不怕 走 三二一 嘿 哎 你看不怕吧 我没有说你可以的吧 看这就是我朋友家 然后我们家在对面 那里 然后走过来到 这里 拿两颗窝笋 爸爸你空救你吧 没事我回去打他 他又踩你一坑 走我们走 牵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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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叔叔 哈哈 还没吃 贝贝你在那等我先别走 不然掉坑你了 姑姑跟我们朋友们说完这段话就来 我们一起回好不好 你那里等我 你说我这带他们来取个窝笋 这么吃力 你说永哥一天天怎么带的 太累人了 现在还这么小 你说越长大 对吧 永哥压力越大 两个孩子 上小学 上初中还好 九年义务教育 难道上高中 上大学 又一个儿子 一个女啊 负担还是挺大的 好 姑姑不用花了 谢谢 谢谢学学 你说永哥现在出去打工吧 把这两个孩子放家里吧 我叔叔 婶婶呢 又年纪大了 又带不动 然后 他如果不出去吧 就是三个人 在家两个孩子 五个人 就靠那点 给我帮忙剪视频 一个月为数不多的工资 我叔叔 因为这样 我叔叔想出去继续 重操就业 就是干他之前干的活 就是帮别人家弃房子 但是他现在年纪大了 就是干活 没那么麻利了 人家也就是 也不太愿意 就是请我叔叔去干活 因为同样的工资 那人年纪轻一点的 可能就干的活要多一点 我叔叔就干不动了 而且他的手啊 经常跟那个混离土 打交道 然后那个手 也干裂 其实看着也挺心疼的 而且一大把年纪了 我婶婶呢 如果出去 这个家里面就没人做饭 也出不去 所以我想着 就是看我能不能 帮永哥就开个号吧 然后让他一天 拍拍他自己的生活 记录一下两个孩子的成长 也不求他能多赚点钱 赚多少钱 但是能赚一点是一点嘛 维持一下生机总是可以的 再加上很多朋友们就是 想要我们这边的特产 像腊肉啊 红薯淀粉啊 红薯粉啊 当季的时候的花生啊 红薯啊 这些很有大米 因为我今年的重心的话 还是在杭州嘛 就是还是直播带货 所以家里特产这一框的话 我可能顾不上 然后给永哥开个号的话 他视频 每天拍拍视频 然后赚点生活费 如果朋友们需要 大家也就可以私信永哥 他在家里面带孩子 然后就可以帮大家 搞一点你们想要的 家里面的东西 像很多我们老乡 在广州 广东这边啊 深圳 然后 浙江这边 就是做生意的 上班的都比较多 可能在外 就会想念家里面的那一口 有的时候确实需要 我没在家的话 联系我 我也就是办不到 永哥的话 就可以帮大家搞一搞 朋友们 你们觉得怎么样呀 因为你想两个孩子 这么大 放在家里面出去打工 确实 对于我叔叔 我阿姨两个人 压力就太大了 他们 也那么一大把年纪了 有的时候自己都顾不上自己 我叔叔身体也不好 而且我阿姨 前几年检查出来 就是有点 就是脑 那个叫什么 反正就是也是自己 都照顾不好自己的那种 所以我是这样想的 朋友们 你们觉得怎么样 之前我没有跟永哥 聊过这个事 因为确实 在他身上 来说算一件很大的事 我每天看他 心情也不好 整个人都阴沉沉的 我也没怎么问 然后过完年 我回来 昨天晚上我就叫他 然后聊了好久 其他的我们就不说了吧 我就问他 他后面怎么打算的 因为 现在这么大一个家庭 要他负担 就光靠那点 给我剪视频的 收入的话 肯定是不够的 他说 他现在想赚钱 他也没有其他任何多余的想法 也没有想过 说去再找一个 另一半 一起再组个家庭 再去过日子 他说他没有 这方面一点想法 他现在只想赚钱 给两个孩子 生活过得好一点 把两个孩子 抚养成人 这就是他 接下来的 任务 责任 还有也是他 接下来的目标 我听到之后 听他说完 真的挺 欣慰的吧 然后心里面 也挺难过的 他跟我说 他整个过年 都没有给这两个孩子 买过任何的衣服 跟玩具 他们今年的新衣服 就是我上次 播那个 史卢比的时候 我给他们一人买了一件 羽绒服 他就在 没有买任何的新衣服 因为他觉得 现在这个条件吧 就是像物质上的 他要省一点 两个孩子 现在正在长身体 有的时候要给他们 买一些他们想吃的东西 听了之后 我那个眼泪 瞬间又下来了 怎么说呢 他们一天 咕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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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鸡的喊 真的 我觉得 教导我有的时候 我心里面也挺那个的 所以我真的很想帮永哥一把 就不算是帮永哥吧 替这两个孩子的成长路上 就是近一点自己的力量 能帮一点 试一点 毕竟两个孩子这么小 对吧 能给他们物质方面 给好一点 就给好一点 男孩子的话 不然就是说长大以后可能会自卑 女孩子人家都说了嘛 男要穷养 女要富养 是不是 再怎么样 不能让两个孩子觉得家里面没钱 再加上自己爸爸又是一个单亲爸爸 让他们从小心里面就不阳光 不够自信 所以我就突然萌生出了这个想法 我也希望朋友们就是说 如果可以的话 多多支持一下永哥 如果不可以 大家也不要就是过多的说那件事情 其他方面的事情了 因为事情已经发生了 我说了 事情发生 不是谁对谁错 这个我们都不过多的去追究了 都已经发生了 已经造成这样的一个后果了 现在永哥还有我们 都想着这两个孩子 幸福快乐的成长 茁壮成长 长大成人 走 回去了 没有 我把他们带到那里 他们两个姊妹不等我 非要前面走 我想要打开 你想要打开 给你爸爸打开啊 他好怜我 我感觉他跟我还要更近一点 真的 对 我们现在回去 然后吃饭了 走 跟叔叔阿姨拜拜 叔叔阿姨拜拜 贝贝有没有拜拜 来 跟叔叔阿姨拜拜 叔叔阿姨拜拜 拜拜